好 晚了 我在门口的时候 我就听见了 俩人吵来吵去 吵来吵去 说说吧 这次又是因为什么呀 你妈现在已经疯了 我让她趁现在骨药 还能抛就赶紧给我抛掉 可她跟我说什么 她现在还要买进顶化 你说这不是疯了是什么 我最瞧不上的就是你这一点 你做什么事都畏手畏脚的 这三十万能是说赔就赔的吗 我是专门找人一分一时 给分析过的 又不是他的钱 他的嘴皮子一张一合 你就信了 幼稚 不信你自己看看 这几天的股市啊 鼎华的股票是每天都在下跌 但是呢这几天开始 到快收盘的时候 人家已经趋于放缓 趋于放缓你懂吗 那就说明有人再买 鼎华的股票随时都会反弹 你要是现在趁着低价买进去 等他往上这么一涨 也许就不赔钱了不是 妈 您这事听谁说的 靠谱吗 儿子 妈是专门跑到那个证券公司 人家找的那个专业的 证券分析师 人家告诉我的 人家说了 不排除背后有人在专业操盘 你说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是不是 你爸 他非得让我现在 把这个股票给泡了 净赔三十万 三十万哪 我什么时候才能赚回来我 那怪得了谁啊 当初是你非要买股票 我从来就没同意过 不 妈 来 你先坐 不知 来 先坐坐坐坐坐 妈 我认为这件事情啊 还是算了 你说 咱们家现在也没什么闲钱 这时候还找人家借钱 这万一赔了 这不得不偿失吗 您觉得呢 行了 你们俩别吵了 这都几点了 也该睡觉了 走了 来 买这碗 您等等 我还是跟你说着这事 这次真的也许买得就好了 是 什么时候去找樊德伟是吧 行啊 没想到我跟你 还能有这么默契的一天 经过咱们这些日子的调查 离这个案件背后的真相 是越来越近了 但是杜牟 我还是要提醒你 越是这个时候 越不能掉以轻轻 而且现在鼎华的情况这么棘手 很可能这两个案件之中 是有联系的 所以 对鼎华的调查 还是重中之重 樊德伟这个人是一定要查的 但是查他这件事情 要从上记忆 不能打造轻车 还用你说 老侦察员 不过马上 我也得说一句 我查到樊德伟出狱以后 一直在打林工 住的也是临时出入屋 这样的人到处流窜 不用银行卡消费 也很少拿身份证登记 他的社会关系完全是断裂的 这种人 下次再想找他可就没这么容易了 那这样吧 反正现在鼎华也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咱们也不能组织什么有效的行动 抓住这个空档 利用钱 还是那句话 一定要注意隐蔽 行 没问题 行 那就最近吧 等我通知 你开会去吧 你不开会 喻豪人还得盯着 谁知道他到底 是不是被人陷害的 辛苦了 谢谢 你又黑进去了 这密钥太不行了 通过逆向验证 根本没什么难度 子萱 怎么样了 我都已经换了三种方式 去破解这东西了 都失败了 都失败了 可爱心 都成功了 这东西这么没用啊 也不能这么说吧 一方面呢 手太强了 另外一方面啊 是这东西保密性还行 但是密钥一旦失窃 就可以逆向验证 通过远程篡改 就可以知道 他加密的数据了 这样一来就对了 我已经查识了 工厂使用的数据 就是余浩然 发过去的最终数据 如果可以远程篡改的话 这样就说得通了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是在余浩然 核查数据的同时 进行了篡改代码 那么对方怎么知道 哪些数据 是余浩然核查过的 哪些是他没有核查过的呢 如果篡改的 是还没有核查过的数据 余浩然就会立刻 发现问题 进行修复 对啊 这种事情总不能 空疲运气吧 而且所有研发部的人 都知道尽头 我们现在 确实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 去一一地进行排查 现在有值得 怀疑的目标吗 不是没有目标 而是每个人都有机会 目标太多了 其实我之前 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对方为什么要搞 这次的事情 真的是为了搞垮鼎华吗 那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搞垮了鼎华 那也就意味着 邹教授的项目无限延期 但是 如果把鼎华搞得半死不活 就可以趁着鼎华 半死不活的时候 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出现 入股鼎华 共享人工合成技术 聪明 你现在反应怎么这么快啊 那首先 他们不可能 做损人不利己的买卖 如果鼎华崩塌 这是他们唯一的获利方式 所以我建议 钉死给鼎华出资的人 但是顺着这个思路 又引出了下一个疑点 鼎华现在面临的局面 国企介入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庞一山坚决不同意 他一再地保证 可以自己解决 但是这种 关乎着鼎华生死的责任 他为什么要往自己身上来 而且 这并不是他的作用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不就相当于打仗的时候 指挥部的参谋官 是敌方的间谍 那我们还怎么查 马上 我们之前不是没怀疑过他 但这个人 他的位置实在太关键了 如果真的是他的话 对方早就得手了 不用耍这么多花样的 那我再说另外一件事 鼎华的股票 看似每天都在跌 但是只有第一天跌停 之后每天收盘的时候 都能回稳 这很可能是有人 进行系统的收购 对方的股票 我想到了长安科技 甲长安明面上是最大的股东 可是私底下 周恋利用他人代持的方式 赚取了大部分的股票 但是鼎华的体量 和长安科技的体量 是不能比的 想要绝大多数的控股权 依靠这种办法 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最关键的 还是明面上注资的这个人 明面上的注资 私底下的分散收购 最终实行对股权的掌控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只能等着吗 你还怕没事干人 鼎华的股票是谁 在收购的这件事 也只有你能办得到 我可以让证监会的同事 帮你提供一些数据 不过呢 这个数据量非常大 可能一两天是排查不完的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让技术科的人帮你 好的 那不得血亏啊 买了多少股 别提了 几乎是我爸所有的积蓄 阿姨也没跟叔叔商量一下 你说这次得有多少人挑拢啊 你们家没卖吧 我妈不碰股票 我跟你说 我现在我都不敢回家 天天在家吵架 那你可以睡大街上去啊 你舍得我睡大街上 我才不信呢 对了 你妈最近还好吗 还真挺好的 她前段时间跟王叔叔吵了一家 我本来以为这事黄了 结果呢 人家王叔叔真挺真心的 明明自己挨了骂 还跑去跟我妈道歉 所以啊 现在有她陪着我妈妈 我可放心了 你看 有个人照顾我挺好的 你说你工作这么忙 是不是 眼里也不能照顾你啊 听你说话这个意思 你也想照顾我啊 我可以啊 没问题 干吗 又生气了啊 到你家了 可以下车了 这么快啊 好吧 明天见 晚安 咱们俩什么时候关系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已经开始每天说完了 你别这样 你整得我都很小不好意思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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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作聪明 是不喜欢这么贫的人 可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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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这什么情况 今天又没吵过我妈 滚头 滚头 我要睡觉 请坐下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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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妈 你怎么把爸 赶到沙发上去睡了 这不合适吧 又怎么了 怎么还越吵越凶了呢 你爸他现在 把我当贼疯着呢 我现在打个电话吧 他在旁边听着 我出去寻街吧 他就跟个贼一样 他跟着我拼我后头好 他就是怕我跟人借钱 你盯着你行吗 你有那自觉心啊 我跟 妈妈妈妈 你也理解理解啊 爸爸他就是怕人上头了 你现在这完全就是赌博心态 你怎么说要 跟你爸一个德行啊 你别给我 出去 妈妈妈妈妈 妈 我这要是真出去了 谁给你解气啊 妈 您说您为什么非得干这事呢 我这不是为了争口气吗 天天弄得就跟他养着我似的 我这一退休我没用了 您这都过了大半辈子了 您这都过了大半辈子了 还挣什么气啊 这夫妻之间啊 就没你们那么真侠好胜的 你懂个屁啊 还夫妻之间呢 你个光棍 还见我夫妻之间 应该怎样怎样啊 行了 出去吧 出去吧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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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着 庞总 有位领导找您 欢迎 欢迎 庞总 咱们之间见过 而且我也不是什么领导 记得 安科长是吧 来 坐 我坐这儿吧 好 好 我们这次来呢 就是想把负责人郁浩然 带走 了解一些情况 为什么要把人带走呢 我们产品出了问题 还在调查 而且也不能说 就是郁浩然的问题啊 您先别激动 据我们了解 这次事故的负责人 就是郁浩然 鼎华呢 希望延缓公布事情真相 这个我们理解 也不会干预 但是相应的调查 我们还要尽快展开 好 是这样啊 首先我先表个态 我们肯定会全力配合你们工作 但是呢 我有个疑问 就是 就算郁浩然是故意的 她也是对我们公司 造成了损失 我们会保留起诉和不起诉 她的权利 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 国安要介入这个事情呢 鼎华这一次的事故 牵扯出来一系列的问题 我相信林总 还有邹教授 也都跟您沟通过了 我们国安一直怀疑 有人想针对 鼎华的技术下手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谢谢您的配合 对了 出了事之后 我们把于浩然安排在职工宿舍 您可以去那儿找她 好 我来送她 替我送一下 好的 好 小杨 勇哥 我已经拿到录制通知书了 我现在给你送过去呗 你在雨山吗 我在 我在 真是谢谢你啊 还得让你亲自跑一趟 没事 那一会儿咱们见面聊 好好好 挂了啊 再见 我 你 好 我 小杨 看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公司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 这些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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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小燕 兄哥 你 你 你 里边是吧 里边 好 好 到这边坐 等你呢 咖啡我都给你泡好了 走走走 走 我坐这儿 兄哥 对对对 我来吧 来来来来来 坐坐 好好好 坐坐 那呀 还得让他亲自跑一趟 应该的 勇哥 货真价实的陆雪通知书 好好好 您看看 但是现在时间有点紧 咱们最吃后天出发 雅儿 这学校网上查得到吗 不是信不过你啊 理解 理解 喂 您看看 是这个名字没错吧 是是是 没事 您慢慢看 真是感谢你啊 帮得我大忙了 放心了吧 勇哥 对了 这个 矿石开采的事情呢 我按照你说的做了准备 我可是真心实意地 想要跟你们做点生意的 好 勇哥 还是那句话 批尾的事呢 我们这边负责 等您什么时候看到文件 咱们再交易 这样对我们双方都没有风险 这总可以了吧 是这意思 这鼎华 这情况现在到底有多早啊 我去找庞医生好几次 他都不肯见我 所以说勇哥 您就安心跟我们合作 这样不好吗 对啊 鼎华那边的 还能不能撑到下个月 都还不好说 这么严重啊 那好吧 我就等你消息了 喝咖啡 好 那我尝尝您的咖啡 白 coordination 喝咖啥 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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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小酒 何总 这个录取通知书没问题吧 没问题啊 是这样 何总 刚才这个傅大勇 当着我的面 就要查这个学校的检介 估计我这一走呢 他肯定得刨根究底 查闻更多的信息 我怕会出岔子呀 他这是应该的 放心吧 不会有问题 好好好 可是我琢磨着啊 你看啊 他这么小的一个事情 他都这么谨慎 就怕到时候 这个矿石开采批文 他会不会看得更仔细啊 你觉得 我会给他假批文吗 何总 既然咱俩已经是 合作伙伴了 其实这种事说开了 也没事 只要最后能够达到目的 怎么弄我 我都可以接受 真的 我有我的办法啊 这些信息你就不用管了 行 我都行 那我等您消息 等着吧 好好好 好 老师 老师被逮捕了 你们要审讯吗 你紧着 这又不是审讯室 坐下吧 我希望你可以配合我们 回答几个问题 好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 鼎华这次发生的事情 你了解多少 我不知道你们想知道什么 但是鼎华这次出事 根本不是我的责任 贾长安死那天 你在哪儿 这个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 我那天有一个约会 你们也都调查过了 已经证实过了 我已经知道了 几点 反正是下午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 你们研发部档案室的门 没有关 公司高层还特地为此 开了一个会 记得 那天你在哪儿 那天我在加班 然后呢 然后杨迅来找我 我就跟他一起去喝酒了 你们在哪儿喝的酒 喝到几点 酒吧街 一直喝到凌晨一点 之后呢 之后我就回家了 我休息了 你们问这个干什么 你跟杨迅是什么关系 我们就是朋友 走得很近 他出事之前是 我跟杨迅 经常一起出去喝酒 但是仅此而已 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 在鼎华 我跟杨迅确实是 是一个小团体 但不光我们两个人 还有庞总 我们三个都一起 经常出去 关系都挺近的 庞总 庞一山 对 我跟杨迅都是庞总 一手提拔起来的 庞总之前就分管研发部 你们也知道 像我们这些搞技术的 一般都不善于搞人际关系 我们那个陈雷 我们那个陈雷就是个油盐不尽的人 我就是看准了这个机会 所以想跟高层搞好关系 因为我心里很清楚 只有庞总 只要有权力的人 才能带着我们继续往前爬 这没什么的 我都可以跟你们交代 任何公司这都非常正常 这不犯法吧 是不犯法 你也不用激动 我们问你什么 你就回答什么 好吗 你妈还想知道什么 你知不知道杨迅 挪用公款这件事情 我们 没有聊过这个事 但是每次出去都是杨迅请客 他的消费水平已经 高过他的收入能力了 这个你们要问我知不知道 我要说不知道肯定是假的 但是这种事 谁能真的去问呢 对吧 这是规矩 成年人都懂啊 那庞一山他知道这件事吗 我都看出来了 庞总能看不出来吗 那就在你看来 杨迅他除了挪用公款以外 他还有其他的资金来源吗 他挪用了公司好几百万 我们出去玩才能花多少钱呀 这我不知道 这 这 这我上哪知道去啊 是吧 你们 你们为什么这么问啊 杨迅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问你什么 你答什么 别亢奋好吗 庞总请进 放过去 我 我在这儿等待会儿 你先走吧 好的 庞总 走 走 走 今天怎么样 不是很顺利 我这儿有一个更不好的消息 国安把于昊然给带走了 我就不明白 咱们鼎华的事 国安为什么要插手呢 我问他们他们也不说 而且国安对咱们鼎华那么了解 这显然有咱们的人 在跟他们通气啊 鼎华现在问题 真的达到这种程度了吗 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你就别问了 还是想想处理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想想怎么弥补吧 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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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你配合得都很好 接下来 我们要问你一个关键的问题 也希望你能如实回答 我肯定如实回答 没什么可隐瞒的 你为什么私自更换办公室 电脑的硬盘 于昊然 我们盯你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真的觉得 你私自更换硬盘这件事情 没有人能知道 你可以瞒天过海 现在对你来说 坦白从宽 才是唯一能救你的机会 误会了 这一定是误会 我承认我确实换过电脑硬盘 我也瞒过东西 但是我瞒那点事 它不够成犯法的 好 我来解释一下啊 是这样 鼎华的电脑被植入木马 那件事情你们都知道对吗 在我个人的电脑里面 有一份该删除的文件 我没有删除 我怕公司发现把我开除 那天马上说 要来检查公司的电脑 我一下子就慌了 但是 但是我真不是想瞒你们 我真的是怕公司发现 你忘记删除的是什么文件 就是 这次医疗机械的数据 完整数据 那你还说这次事故 不是你的责任 不是啊 这两件事情 不一定非要有联系啊 这 这个数据 就算被传出去 但是如果没有密钥的话 它就是一堆乱魔 你们 你们刚才为什么问我 档案室门没关这个事 是不是密钥被盗了 月皓然 现在不是你主观一想的时候 事情到了这一步 说你没有责任那不可能 但是我们想问你的是 你是不是故意做的 这真的不可能 这段出错的代码 完全是无意义代码 就跟闭着眼睛 胡乱写上筋的一样 如果说我想做手脚的话 我完全可以伪装成一个 运算错误 伪装成无心之师对吗 我现在已经是邹教授的助理了 马上可以采与DS材料 人工合成技术 只要最后 在研究报告上数上评 我就功成名就了 我现在才三二多岁 你说有多少人 在我这个年龄 就由我这样的成就 我为什么要毁掉自己的前途啊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 那你觉得这件事是谁做的 谁最有机会做这样的事情 程磊 一定是程磊 除了程磊没有别人了 她跟我是竞争对手 我一开始就看她不顺眼 她也看我不顺眼 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抢了她的机会 她不爽我 所以她才要陷害我 你们想想 你们现在怀疑是我偷了蜜药 但是程磊呢 那天杨逊把我叫走喝酒以后 程磊还在办公室 她更有机会去偷蜜药 还有 这些数据 我有可能传出去 那程磊一样有可能传出去 因为从一开始她就参与这个项目 一直到最后的复身 她跟我有直接的利益冲突 她就是想毁了我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 程磊她也是技术人员 她为什么要用那段 无效的代码呢 她完全可以做得高级一点 就做成像你的无心之师一样 你们怎么就是 不相信我说的呢 你们还想知道什么 我都告诉你们 也可以去查我的银行账户 但是我跟杨逊不一样 我身上都是干净的 我的钱也是 她的这个说法符合我们的推测 我觉得喻浩然不太可能是装的 要不然她演的也太精确了 我也这么认为 我们可以先根据她提供的信息 来做出判断 我觉得这样比较稳妥 如果确实能消除她身上的嫌疑的话 老六也可以抽出手来 不用再去盯着她 我们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 我是宋明 好 我知道了 好 我知道了 鼎华那边出事了 林晓岚突然昏迷 现在已经送到医院了 马上正在赶过去 我教你这条什么事了 他现在已经 listing了 你这条件出事了 有没有可能是 那样的颜色 都在云上来 我利用力ument了 还要给你把医院的修理 楼供出事 你把医院的测试统员 就要解下情况 具体因为什么原因 还真没查出具体是什么原因 从迹象上看 应该是低血压造成的 病人近期可能心理压力大 休息又严重不足 最好的情况 只要他安心休息就能好软 您知道病人是谁吧 知道 鼎华的林总 医生 请您务必尽全力治疗 你放心吧 对待每一个病人 我都会尽全力的 谢谢 林总 老林 你这这这吓死我了 我没什么事 怎么还把我搞到医院里来了 你知道你这一晕倒 我这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你公司现在这种情况不能没有你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 没事 搞得那么夸张 我本来 我本来就有低血压的老毛病 我本来就有低血压的老毛病 在家人这几天没睡好觉啊 没什么事啊 所以您现在需要好好休息 没关系 大夫 我得出院 我不能在这儿待着 我得回公司 这可绝对不行 低血压不是小事 会引起严重的并发症 如果您再不好好休息的话 会有危险的 你们也要注意 老鹏 如果短期之内我没有办法恢复的话 公司现在这种情况 不能没有主心股 我们公司这么多年 我相信你在关键的问题上 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苗霏 马上 大家在一起共事呢 可能会产生一些矛盾 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摩擦 可现在公司的情形 一定要优先为公司着想 我希望你们好好配合 庞总的工作 你放心吧 领总 我们会的 领总 老鹏啊 实在抱歉了 这么关键的时候 还得让你替我担负责任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全力 来 靠着你靠着你 来 靠着你 靠着你